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里呢是有一条挂壁公路 就是悬挂在悬崖峭壁上 村民花了两年多时间才一锤一锤的打造出来的 那今天呢巧克力是要尝试 从这里开过去 它不长只有500米 但这里呢也带有很多故事 是一条非常不容易的路 主要呢还是想来看一下我的胆子 是不是一如既往的那么大 开这种悬崖会不会是让我产生害怕 那我们一起挑战一下 走了出发了 挑战开始出发 在这个边上呢是没有富兰的 还有提示谨慎驾驶 有点窄 路还是相对有点窄 不得已还是放慢了速度 这个还挺壮观的 走着上面还是有一点点心筋胆挑 不敢看上下面 这边往过来呢就是这样的 这一块地方还比较宽 可以过两车 两车能行驶 下面这边看一下这个岩石 确实有些还是存在危险性 感觉有些像要脱落一样 那像这边呢它是这个隧道里面 隧道里面这里是打了一个通风口 因为这个隧道里面太暗了 然后残骑可能是处于一个比较潮湿的状况 所以特意打了这个通风口 来通风透光 看一下这些石头呢 应该是比较好打的那一种 不是整块 比较碎的 嗯 嗯 嗯 这20年也给很多车造成了方便 看一下我身后 它是有悬挂在上方的一些石头 还有头顶 石头感觉会掉下来 往在下面走的话还是会有危险性的 刚刚这边介绍有摩托车路过 会存在一些安全领化 但是这条路已经给村民带来了非常大的风变 也算是非常不错了 看一下这种山壁 这呢是一大块整的石头 这种应该是不太好着的 其实真没散好怕的 好大胆 临不西闯 没有危险性 我测试过了 非常好 那条挂壁公路有多长啊 修500米吧 当时修这条挂壁公路是花了多久时间啊 三年 500米花了三年时间 对 村民一起集体去修的 对 那当初是为什么要修这条挂壁公路呢 没路啊 没有 这个人没马头 当时就是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我们这里那个村主人家那个那个祖父祖高兽 那个找一个马去驮那个菜 那个马从那个下边一个人行道上从那里掉下来 掉下去甩死了 以前我们是那个初中我们到县城去逗初中 我们就是这个地方最高文凭了 现在的文盲就是以前那个最高文凭了 就是哪一家洗个包 洗个对联 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 就出面了 但是现在 我们这个地方已经算文盲了 现在大学生很普遍 以前没学校 对 没学校 没电 没路 没基站 就是什么都没有嘛 那像你们以前读书的话 就是这样走出去大概要走多久了 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啊 五个小时走到县城 我们在县城中嘛 当时我们现在施工呢 已经有部分人过世了 要不然当时年纪最大的有七十 七十多岁 年纪最小的十几二岁 七十多岁 我们 我们这条路啊 当时啊 就是这些 这个路一动 那个埃生一动 就是 妇女儿童 你就在这个挖泥巴 就在这个土路上挖泥巴 那个狠 狠的你就跟我上大 上那个隧道 上大岸 用那个旋 那个要刷那个 刷绳子 安全绳嘛 你要那个 全村脑哨基本上都出动 然后再 只要你能劳动 你都要上 最小的十几岁 最小的十十二岁啊 他要挖这个 他不能上大岸 那因为安全 但是你这个 这个土路上 你要和那个母亲 母亲带着 小孩在路上挖 挖土 丈夫上上大岸去干那个 太不容易了 我们以前这个电杆 现在这个最后改了 以前这个电杆 我们是那个人 我们自己抬 自己自己挖 自己摘 那个人性 那个积极性 台比高啊 不像现在 现在就没办法了 现在你喊都喊不动 现在要钱 你要开他钱 对 以前那个不要钱 他从那个骨子里面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说 我需要报仇 他的心目中就是 能够打一根路出来 以前我们那个 这个地方在外面 在外省打工 陶老婆 陶老婆就是 第一个条件就是 你那儿有没有公路 你那个地方路通不通 但是没有人就是受伤吧 死的都有 有死过人啊 是 有死有残 现在就是 脚感断了都有 当时都有 当时都有 你那个悬了 这些情况肯定有发生 我们在东宫 一个多月 就死人了 以前我们那个老书记 安永书记 在我们那个白果阵营当书记 他说你们先停下来 停下来 我们找那个工程队 经常来帮你们打这个严 你们老百姓当地的村民 就只能去除那个石头 就行了 那个打眼放炮 让那个专业技术人员来 要不然我们把这个路修完嘛 我们至少死30人 据刚村民给巧克力介绍呢 他们以前开着这条路的时候 是需要从上面挂笋子 挂在身上 然后来开着这条路 送饭也是从山顶掉笋子 这条路上